麻煩各位您先進到這個位置 1234-1 knoww.net 這個OneNote的翻轉學習平台 您進來之後呢 有幾種方式您可以先註冊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您用標準的 您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 用社群的帳號也可以 或者是您如果用您的信箱 用您的Email直接註冊也是OK 也是可以的 那麼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還有點麻煩的話也沒有關係 那提醒各位一下如果你是用Email註冊的話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你要去收信一下 那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就是來玩的 不要那麼麻煩請你從訪客 訪客這裡也可以 那你按一下這個訪客代碼 訪客代碼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八位數的部分大小寫 好部分大小寫 那當然如果你以前有參加 我們老師的研習的話 你之前有註冊過的 就用原本的進來就可以 好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這裡有八位數進來了對不對 好那你就把它記錄一下 下次呢你就可以用相同的訪客代碼 一樣在訪客登錄這邊直接輸進去 你的學習紀錄 你有訂閱的課程 有參加的群組 有在線上做的筆記都會留在上面 好就可以繼續使用這樣子 好那麼您進來了之後呢 如果剛剛你的那個忘記了沒有關係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上角還有看到 嘿所以麻煩各位你進來之後 這裡可以編輯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就是寫上您的姓跟名這樣 OK可以了齁 這樣待會比較知道你是哪一位吧齁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我們的資料呢 你會發現 呃預設的話您進來的位置 是在所謂的發現裡面的課程 發現裡面的課程 好那 我們的這個課程呢比較像教材 這裡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老師的 那我們的資料 我老師是把它放在群組裡面 群組就像班級這個概念 所以呢你待會呢進到我們的群組 進到我們群組裡面來 好按一下 你會發現我們的資料已經放在第一位啦 這樣有看到了吧 這樣應該不小心就知道 站在前面的這個人是誰了嘛 了解齁 因為你可以看看我們後面 我有蠻多的啦 欸有蠻多的那個 我們上次的是 上個月的是 已經在更前面的 反正你用我的名字也可以用關鍵字搜尋 你就會找到很多課程喔 好那麼你點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邊按一個加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進來了 好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好我們的一些基本的介紹資料已經放在這邊 好那麼在右手邊這裡呢 剛剛有同學來的時候還問說 我們有需不需要帶那個USB齁 不用 老師的資料都把你放在這邊 好都放在這邊 所以說如果您回去了 您覺得今天上課的內容 嗯 還符合你的需要 想要試看看的 就從這邊 自行再下載一下 另外呢 我們主要的資料放在哪 放在任務這裡 放在任務這邊 這樣有沒有都看到了 所以 所以 像我們今天各位手上不是有拿到一個 B4的 講義對不對 新制圖的 在這邊有彩色版 這裡齁 你可以從這邊打開 這樣就可以進去看了 這樣 應該會進來了吧 好齁 像這樣子 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齁 所以 我們的資料都已經放在上面 那麼 要看哪一個呢 你就是直接點開 點進去就可以看了 OK齁 這樣 待會呢 就麻煩各位您先加入一下 那 如果等一下呢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想要用軟體廣播的話 可能要麻煩您從這邊下載一個 不用安裝的軟體 等一下呢 就可以連到老師這一台 連到老師這一台 你就可以這樣把它 點一下 這個檔案不大 所以從右上角這邊 直接就有一個下載 有沒有 從這邊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下載之後 直接解壓縮就可以用了齁 我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這個齁 你按右鍵 直接Save and GIF 解壓縮致詞就可以了 好的 進來了之後呢 有沒有一個 Team Viewer 這個 Type VNC View Auto Ball 點兩下 那你就可以把老師這一台的IP位置 老師這一台IP位置在剛剛這邊 這樣有看到了嗎 這個齁 你就把它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就可以連線 就好了 這樣就OK了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會不會講很多 還OK 還OK 來